OK 那我們今天要來開箱一款Convoy的手電筒 這款手電筒的型號是M3 它的中文名叫做毛庫 那這款M3的話 它是沒有包含Type-C充電的 就只有單純的 如果要充電就不需要把電池給取出來 好 那我們現在就來開箱這款 Convoy的M3 那官方是 宣稱有4300流明的光通量 的亮度啦 那我們就來開箱 哇 這個包裝是還蠻細心的 大盒子裡面還有一個小盒子 這就是Convoy的 盒裝 他們家 他們家手電筒就是非常的簡陋 然後 沒有任何的就是 任何的那種炫炮的包裝 就是很簡陋 那就是 那就是 手電筒 外殼 非常簡陋 就是一個紙盒子而已 那我們 買的是 70.2的 6500K 對焦 對焦一下 那燈珠是 那燈珠是 CRE的 CRE的 XHP 70.2 這款燈珠是算非常的亮 那這款手電筒的話有4個檔位 第一個檔位 是1% 就是非常非常暗的 檔位 只有20流民 再來就是10% 419流民 官方宣稱的 再來就是40% 1394流民 最亮就是 全開 4300流民 對 那官方目前的數據是1%呢 可以開1%的最低量檔 可以 照明45個小時 那10%的話是 4.5個小時 那40%的亮度的話是 1.1個小時 如果開到100%最亮的話 那官方之急有選擇 0.4個小時 是真的還蠻 蠻少時間的 0.4小時 那大概就24分鐘而已 對啊 好 那我們 來看一下 哇 這COMVOY的手電筒 還是真的品質還算蠻不錯的 附一個掛袋 那我買的是 橘皮的反光杯 這個是用26650的電池 那要用動力電池 會比較不怕驅動 對焦看一下 就是COMVOY的 M3 這質量是真的還蠻 蠻沉的 那我們來對焦看一下 這個 格力的這個燈珠 70.2的這個燈珠 那外觀 大概就是這個樣子 手感其實是非常的好 它有一種磨砂的手感 對 它的開關 它的手電筒的屁股 也不太好對焦耶 對 好那我們就打開來看一下 它的電池 電池裝電池的地方 對就是 手電筒內部 局面杯 對 好那我們現在就裝電池來 讓它試試看 對那我買的是 剛剛提過了嘛 6500K的 對它有 4000K的 也有3000K的 那 這一款呢 有 手電筒記憶功能 就是你手電筒 開起來之後 超過3秒 它就會維持在那個檔位 你下一次開起來 就是直接在那個檔位 對那 有IP67的防水等級 然後 反接保護就是你電池 原本是應該 這個正極 對焦一下 這個正極呢 要往 這樣子放進去嘛 那如果你反了 它不會燒掉 它有 短路保護 對 那 整體的重量 不含 電池的話是290公克 對那 還有 就是 這一款的話是不建議 算有防水 但不建議丟到水裡面去潛水使用 對 好那我們就 把電池放到手電筒裡面去 對 好 這樣子看看它這個 是怎麼樣的一個亮度 這個是 這是 它 官方宣稱的 20流明 其實還是有點亮度的 這個就是第二檔 第二檔就是 449流明 這個又更亮了 這個是1396 其實我現在這樣看 因為相機可能會自己去調整破光值 對 但是我這樣看 已經是 算蠻刺眼的 對 再這樣 好 這個就是 百分之百的亮度 4300流明的亮度 這個可能在相機裡面看不太出來 因為它會自己去調整 白兵 曝光只有的沒的 對 那 這真的是我這樣 把手電筒的光照牆面上去看 那其實是 看到牆面上的光是還蠻刺眼的 對 再一次 喔 真的很亮 對 那 我覺得他們家 Convoy的手電筒就是 便宜 然後性價比真的蠻高的 又很難用 對 我之前有買了一支L6 對 那可以 拿來給大家稍微看一下 這就是Convoy的L6 對 Convoy的L6 然後就是M3 那 這一支呢 是有溫控保護的 就是 因為你開到劑量檔的時候 它會非常的燙 那當它蠻燙的時候 它就會 降低電流的輸出 對 那 這個降低電流輸出的話 是慢慢降的 它不會馬上直接降 這個M3的前一代就是會 比如說你開到最亮 那它如果覺得過熱 它就直接 跳到下一個亮度 這個是會 線性的 慢慢降 慢慢降 降到 比較暗的亮度 對 那這就是今天的手電筒開箱 好 謝謝大家的觀看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下次再見